不管是带着层桌的百合花 还是拥有朝气的向日葵 都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孚花 充分运用油画可以融合堆叠 交互作用的特性 大胆描绘出各种姿态美丽的花儿 因为老师非常喜欢花 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在台湾的这里一切 就是比如说花啦或者是生活 或者是一切事物他都觉得非常美好 尤其是花的部分 因为老师从以前在他的国家 他就对他那边的风景一直念念不忘 来到台湾之后他又发现台湾好多花种 都是他非常喜欢的 所以他就记录他生活上一点一滴 只要是漂亮的跟花有关的 他看到了他就花 正值进入春暖花开的季节 在大甲曲工所的一楼展览厅 也同样吹起一股春风 来自乌克兰的艺术家拉娜 把这几年来台四处旅游 利用画笔描绘出心中所看到的美景 近四十幅的创作分享给大家 我只是享受我的生活 我只是想分享这种幸福和爱 给所有人 老师最近也去了台东花莲一带 那他觉得台湾的一切都很美好 所以他这次画展里面也 把他去台东的一切 他看到一些美丽的事物 他也一起画出来 借着观察生活 然后他发现一些美好的事物 他就画在画里面 然后他把这些画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知道他的喜悦 他在台湾这边的喜悦 美丽花儿的画作 也为公所带来一股春天的气息 展期将持续到四月底 欢迎喜爱艺术的民众 可以前来欣赏一股画家 精彩的油画创作 我相信每个人的灵魂 都像花一样漂亮 所以我的花禅就叫天坛花园 谢谢大家 记者王志炫台中采访报道